是壓住在利物浦拿冠軍 歐聯就是買兩隊 前年冠軍利物浦有六倍 還有有三倍多的 巴默摩尼克這兩支最好的球隊 是會拿冠軍 各位網民 各位Peterson的支持者 記得like我 分享我 還有subscribe 按個叮叮 香港的疫情 我每次吃東西都沒有胃口 所以做節目 雖然家裏只有一兩個人 都是鼓勵大家 小心點好 戴上口罩 常常洗手 好 希望快點 這個疫苗來到 可以我們香港過一些 不用日日 在這個 黃恐的日子 裏面到日 夜日 掛著看那些 有幾多個人是 呃 呃 陽性 真的一多過80 就真的 沒什麼人 也就是 究竟 什麼時候才是黎明到呢 唉 真是 吳不育 想之意 來到年尾 對了 要告訴大家 我熟悉的三大足球賽事 在歐洲的賽事 就是歐聯 有16強 抽籤 英超 和德甲 我常常是 留意和有講的賽事 我可以給一些貼書給大家 可以考慮 就是 投注1.2 是穩陣的球隊 希望可以在這個 春天的時候 也是 疫情是 可以 那時候 看到有曙光 或者可以走光的 齊牙呢 我們在好日子裏面 一起收成 這個 現在投資 到時候就好過買這個股票 因為 我相信 除了 是德甲 不值得買之外 因為 大熱 一面倒 這個是 拜莫尼克 這一支 是 德國的長壽斑壩 沒有賠率的 拿冠軍 簡直是 疑過借火 所以就不介紹了 上星期 我已經在報章上 和 略略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英超方面 我都認為 利物圖是 冠軍 機會是高唱入雲的 雖然今年 他們曾經 試過跌過 第2、3、4、5名都試過 但是 現在已經上回去 綁手 上星期 也有2.35 現在 就變了1.85 但是 1.85 我仍然覺得 拿英超冠軍 利物浦 是很穩陣 何解呢 就是因為 第一 對球 有個好教練 第二 對球 就是 老闆 仍然 都會 把他們的金錢 灌注在 利物浦對波身上 這個 約翰·亨利先生 這個 美國 東北的大亨 那就變成了 如果他們 要在 1月 可以買賣人的情下 要添冰 利物浦都還可以添冰 不過 我覺得 這個高普 是不會亂花錢 未必會再賣兵 在1月 這個 windows開開的時候 未必再需要添冰 收購新力軍 因為 自己出產了很多 年輕 有為 有鬥志的 青年軍 是夠殺的 就算 就是 一處擎天的中堅 雲定克 到時未必能夠 趕到 打今季的賽事 我覺得 不用怕的 就是 不要給那麼多藉口 這個 會 地物浦是 不值得賣 我覺得 1.85 就是買100元 代85個巴仙 代85元 下袋 好過買股票 還有 就是說 因為 新力軍好 教練好 還有 對波 也有 機殼感 希望可以 今年 拿兩個冠軍 就是兩個大冠軍 就是英超 和歐聯 因為 前年就拿歐聯 去年就拿英超 上一屆拿英超 今年 不如 兩樣都拿 就是 他們的 鬥心 就是他們的 飢渴感 紅軍的飢渴感 很多人說 你是不是 利物浦 迷 你用利物浦先這樣說 當然不是 我都說了 我 只用這一隊 洛杉磯 道奇隊 或者洛杉磯 胡人隊 兩隊 都已經拿了冠軍 衣服 都已經是 由美國 寄到來 穿上 所以 我自己 不如 用一個 冷靜的頭腦 壓住 在利物浦拿冠軍 還有 這個是 1.85倍 還有 歐聯 就是買兩隊 買這個 前年冠軍 利物浦有6倍 還有 有3倍多的 白馬尼克 這兩支最好的球隊 是會拿冠軍 至於 買這個大勢主 就由你自己喜歡 總之 這兩隊 是拿今屆歐聯隊的冠軍 歐聯賽事的冠軍 是高唱入雲的 相信我 買馬 也都可以 輸了 買球也都會 但是 如果買球隊 拿錦標 我剛才介紹的 英超 買利物浦 歐聯 買過拜仁 和利物浦 兩支球隊 對付 大勢主席 任軍選擇 其實 是挺划算的 是因為 可以由 現在十二月中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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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時候 有些事 博彩 有些事 未必是百戰百勝的 但是 如果 認為有把握 穩陣的話 這樣 世上的事情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最重要是 自己 有信心 自己分析得 是不是 樂觀 當然是 比樂觀更好 就是 自己 誰知道樂觀 覺得到時候 買利物浦 拿英超 和買利物浦 或者 拜仁拿 歐聯 我覺得有九成 信不信就由你 是不是 好過買十四隻馬 即是一場裡面選擇十四隻馬 但是 始終 馬照跑每個星期兩天 所以都是要給大家提示 好了 星期日下午三年的賽事 又是玩泥沙 有泥有草地的賽事 第三場就是跑一千 這場馬很有趣 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四隻馬 有九隻 是初次上陣的 本來是九隻初次上陣 但是現在減少了一隻 因為 本來有機會贏馬的 知道再勝 沈澤成的馬 是潘頓騎 操得好 又有個狗蕩 好蕩的 匹馬不可以上陣 由一路順風 替他的 由黃俊騎 苗里德 這一匹 沒有什麼form 所以 就買少一隻 我覺得 變了 這匹第三場 機會最好的 莫尼拉那隻 就是 英文就叫做 佛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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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佛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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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佛梯 或者 阿一 煮鮑魚 就是佛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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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太平館 吃這個 中西餐 或者 豉油西餐 佛梯 就是佛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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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E 講馬 學英文 這樣 一定要做 是不是 因為這個字很特別 法國字 但是英文 都常用的 第三場 我覺得 莫尼拉一匹 風流人物 一號馬 是值得 買這個 是 二重彩 的 第一名的馬 指定位置 放他 跑第一 至於是第二名的馬 你可以選擇 是 蘇曼倫 2號 或者另外 在幾匹 是初出的馬 他們 操得好的程度 可以 成為 就是 二重彩 跑第二的對象 好了 介紹完第三場 一匹 F-O-T-E 就是 風流人物 之後 之後 就介紹 挑到第六場 介紹 就是兩匹馬 給大家 作為 買 連贏位 位置 二重彩 對象 或者作為 你 投注三重彩 或者四重彩 的膽 就是 一號 得益良多 就是 希斯的馬 被周俊樂 騎 周俊樂 曾經 騎過 跑第一的 在法律局 跑1200 這次增程 1400 這匹馬 也有 操足 匹馬 也重了 21磅 就是 匹馬 是 吃得 操得 上一次 輸了 跑第六 就是 另外一個 七磅仔 陳家希騎 所以 就變成 輸了 但是我覺得 周俊樂 騎回來是好些的 另外一匹就是 容天鵬 今年 已經是 這匹馬 每次都入 四 這個甲 也都贏過 在第一五一場的 就是 是必非非 這一匹就是 蘇銘倫騎 蘇銘 這次 捲草重來 來香港騎 客串 這兩三個月 或者兩個月 我相信 他撿回十場 頭馬 簡直是 容易過借火 我相信 一定有十場 馬加上 贏 所以 蘇銘倫 是 出世十場 我覺得 起碼都有 兩場有winner 或者 起碼是 一場winner 兩三場位置 所以 第六場 我就喜歡 一號 和二號 第七場 是 千二跑 來地的 有三匹馬 我為大家介紹 很多人 平時 通常都會有一場 給四匹 或者一拖三 一拖四 但是 其實 我想過 和我這個 認真考慮過 就是 我想 將我 買馬 的籌碼 籌碼 濃縮了它 不要 分開這麼多 因為 若然 買一拖四 買這個 連贏位 你就有三 飯 是 輸定的 一拖四 只是一飯 中的 但是 除非 你買 這個 是 維治Q 那維治Q 一拖二 你就不會有一飯 是 落 耿地的 所以 有時候 不要浪費 駐馬 濃縮它的 若然 不是很肯定的 不如 就用膽子 買 細圈 大批 或者買 PACE 就算了 不要 這個 心這麼多 是不是 所以 我今天 通常 都是 每一場最多 介紹三隻 三隻 如果你買 連贏位的話 你就是 鐵三角 會有兩柱樹 但是 鐵三角 你買這個 這個位置 可以中三柱 那 第七場 我會介紹 就是 2號 超把神區 輕磅 121磅 蔡明紹 曾經 八內一場 騎過 是跑第四的 那 今次拿到一個好檔 五檔 另外 就是 一匹要考慮的 就是 4號的 南區右 南區右 這匹馬 就是 也屬於 南區只有 團體 就是 跟南區保 一樣 我們拉星期三 輸了 完全輸了 一匹 沒有分 在手的 南區保 今次希望 替這個 集團 南區只有 這個團體 贏回場 南區 又 至於 另外 一匹 我要介紹的 就是 也是輕磅的 楊明論 騎的 丁冠濠 操的 丁冠濠 星期三 很厲害 連省三球 這陣子 好像搬頓 那樣 不考慮他的馬都不行 就是淺草飛 換言之 第七場 也算是三筆 你可以 就是 這個 買 連贏 或者 就是 位置連贏 位置連贏 有權 中了三注 就是 2號 超霸神區 4號 南區有 還有 11號 淺草飛 是 來到第八場 我會介紹 就是 三匹馬 給大家 考慮 買位置 Q 或者 就是 三重彩 或者 四連環的膽 首先 就是 厲害了 那個 當不錯 也是 有 form 最近 偉達給他的徒弟 這個是 周俊樂 騎 是 跑得 是 相當好的 就是 一次 跨季 就是 周俊樂 贏完 7.8倍 在 第 100場 是 跑第二 跑完100場 休息夠 是不是 現在 去到 283場 第八場 是今年的 283場 所以 其中一部分 要留意就是 周俊樂 的 厲害了 然後 另外一匹 就是 12號 青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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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丁冠濤操的馬 在法股局 莫尼拉 騎 是跑到第三 而在上季 莫尼拉 也是 打你這匹馬 又是騎這匹馬 跑到 泥地 又是 第二門 是跑到第三 的 那 換言之 就是有個 第八 不是差 摩尼拉 都要 盡量減肥 不要 這個 是重過 118磅的 因為 這匹青森 是 117磅 還沒有到 降落 二班的情形下 我相信 趁那匹馬 都還是 適合 莫尼拉 和丁冠濤 都會 這匹的 至於 另外 這一場 就有一匹 是蘇曼倫 騎的 呂建威 排到 外面的 大外檔 因為 12檔 最外面的 那一檔 但是我覺得 這匹馬 是有機會 朋友蘇曼倫的 騎術 是 這個 三甲回來的 就是 共同勝利 那 第十場 我就 喜歡 一號碼 建塊聯盟 今年 蘇布羅 不算 萬吞吞 那 潘頓 騎 兼甲 近方 是涼佳 1400 拿到的 七檔 可以 在二碟 有遮擋 的情形下 潘頓式騎 這匹馬 不是大熱 對不對 另外 跟著 就是二號的 極速王 這一匹就是 丁冠濠的 撒家的馬 很準成 蘇曼倫騎 是二號的 極速王 OK 還有一部分 就是介紹 四號的 姚本輝和他的兒子 這個 都認為 就是他的助手 姚本輝的兒子 都認為 保成智盛 是 姚本輝馬房 今年的 這個可以說 準成 你說 有沒有銀行馬 始終 每一個 馬房 都有幾匹 他們覺得 是穩陣 準成的馬 那些就叫做 銀行馬 就是保成智盛 所以 第十場 就介紹這三匹 就是 1 2 4 1號 2號 4號 多贏一些 星期三 再跟大家說過 波馬 拜拜